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闹,大家好,我是博林兵糖葫芦 糖葫做过一期貂蝉骑大象的斗M期 今天,孙十万也忍不住出手了,替换掉郭佳 白板期竟然逆兵种全肩满红狗关枪 一起来看双花结盟期 又是一期貂蝉阵容,记得点赞收藏合集哦 阵容来源,3622区,天风 战场背景,群雄剧本,马腾势力,对战刘备势力 天风全赛季只有两队白板,打了200万战功 主力队其实也只有最队结盟期 另一个是董白甘宁的反击枪 一起来看战法搭配 加点,孙权官媚全武,貂蝉全智 官媚的草船可以用折葱代替 因为这个剧本很多喷火盾 所以在草船负面状态克制 折葱给孙权加的抵御可以被官媚的结盟拿到同样的效果 来看这队的实战强度 对战群雄剧本里的T0阵容无盾优平 无盾无枪,陆迅凑出高属性爆发伤害 孙权和官媚通过结盟的联系 刷出两个破阵状态,可以无视高属性防御 孙权带当风打乱防御 搭相兵与陆迅的火刷出洞察状态免疫混乱 只留相兵的群攻状态 将门虎女加横毛的群攻加连击轻松触发震慑 外加貂蝉,闭月双控,限制单核陆训行动 同时提高官媚的伤害 对战泰卫盾也是优势 单是相兵和当风就狠克司马懿 外加司马懿节奏偏慢 孙权和官媚有冲突的回合数刷状态 刷出破阵的无视泰卫盾的高属性防御 刷出连击加破阵的爆发伤害 对战卫法骑,卫法盾时 这些阵容都不带震慑技穷硬控 貂蝉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闭月控制对手 而且孙权和官媚都能刷出洞察状态 克制贾许 对战三世和乾隆的贾赵佐 必重克制佐磁 洞察克制孙权 遇到麒麟弓也是各种优势 其他剧本里没有S兵种貂蝉 用A兵种也可以 或是A兵种的菜鸡 还有助容 总之第三将需要女将 才能让官媚的结盟固定选队里唯一的男将孙权 总结这队的搭配思路 核心战法就是结盟 因为队里是两女一男的组合 官媚的结盟会锁定孙权 孙权有洞察连击 破阵先攻必中 外加横矛的群攻一共六种状态 官媚和孙权结盟联斗后 孙权触发的这六种状态 都会同时生效给官媚 其实可以把这队当成不是盾兵的盾兵来看 阻打的就是慢速队 怕的是节奏比自己快的综快速阵容 比如鼠枪 虎尘旗 虎尘弓 无旗 冤旗之类 这些阵容控制能力太强 无论是主动战法的结盟 碧月 降门 鹏毛 还是普攻刷 做断东南 都出不来 死死被剋 关于董白甘宁的反击枪 很多小伙伴都听说过 也有玩过这个阵容 说真的 有些攻略对这个阵容过度摧嘘了 说他是低兵打满兵的碰瓷枪 其实这严格的看不算碰瓷队 就是很普通的枪兵 只是带有反击的特点 打突击旗会更好打 更低损 但其他正规点的阵容都不好打 特别是打法攻白给 打正规点的鼠枪一换一 打盾兵换兵比劣势 胜率低 总结下来就是专门克制突击旗的反击枪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配一对群弓或者法弓 专门克制鼠枪 这样三对克制互补就能闭环 我们下期见